Hello,大家好,我是Angie小琪 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单元 这个单元的名字叫做好东西大家分享 这个单元的名字,这个灵感其实是来自于我妈妈 就是她从小教育我就是好东西要大家分享 不能自己一个人读相 所以呢我就想到这个主题可以来做 其实就是跟很多的博主啊YouTuber啊 他们的一些分享日记啊之类的这种 就是分享平时自己觉得好用的东西给大家 以后呢我就会尝出这个主题的视频分享给大家 因为平时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 就譬如说彩妆呀,护肤品呀,穿搭呀,配饰啊,还有吃的呀 就是家具用品呀,就等等等等 就是我觉得好用的,我就会来分享给大家 嗯,好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赶紧开始吧 首先呢,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我用一个刷套套着了,这个是Real Tipness的这个一把刷子 这把刷子呢它,呃,应该是一个那个修容刷 就是当然你也可以用它来扫彩虹,但是我平时会用它来修容 因为我觉得它这个刷毛就是比较,就是扁扁的,但是呢,又比较松散 我就会觉得这个就很好,来,呃,我就会觉得这个呢 就是可以用它来就是,呃,扫你的修容,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沾上之后呢,就这样扫,就是你两边都可以 不然你就侧面一面都可以,然后包括这边 都非常的好刷 而且它的毛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软,我觉得这把刷子就是 平价又好用的一把修容刷吧,所以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是这个 一个,应该算是明彩笔或者遮瑕笔吧 它是这个MAC的,就是MAC的一个明彩笔 然后这个呢,它刷头就是这种好像刷子一样感觉的 然后就是从后面这样拧出来 然后弄一点在手上 稍微拧几下它就出来就挺多的了,大家能看到 我觉得这个遮瑕笔呢,就是非常的水润,很好推开 就是在你的眼部做一个遮瑕根,你就不会就是卡粉或者有干纹 然后也能够起到一个非常好的提亮的效果 那我因为黑眼圈也不是特别严重 然后我平时呢,就用它来遮我的一些比较浅的黑眼圈 然后顺便做一个提亮,就用它就够了 然后我会把我的色号写在那个屏幕的下面 还有就是这个遮瑕笔,其实它真的是太精用了 就是我已经用了差不多一年了吧 当然中间也断断续续就是可能有几个礼拜没用之类的 就用别的产品嘛,但是它真的还是太精用了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就是也是有过几段时间是非常密集的在用它的 但是到现在都没有用完,而且它非常好用 所以我就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品牌 它上面写的是Full Cover BB Cake 就是一个BB膏吧 我打给大家看一下 它里面是有一个气垫的粉铺 然后呢里面我打开 它就是一个BB膏 它不是那样就是像气垫粉饼一样这样压的 它是你必须要这样打开,然后这样沾 然后再涂在你的脸上 然后我建议这个呢就是大家不要一次沾太多 可能你沾一次的量你都可以画就是半边脸了 大半边脸都可以了 所以这个呢我觉得就是也是很精用的一款BB霜 BB高吧 然后呢它是 我觉得就秋冬这个换季的季节来说 我觉得非常推荐给干皮 它挺保湿的 然后遮瑕度也挺够的 如果你就是不上太多的话 它遮瑕力都是不错的 而且也挺轻薄的 所以呢我就这一款是推荐给干皮来用 嗯它还有SPF42 PA两个加 所以就是秋冬你日常来用它 都是挺棒的一个选择 然后接下来是一支口红 是这个 NARS的一支口红 然后这个颜色其实就是我今天嘴巴上的这个颜色 它是一个非常正点 非常棒非常显色的一个 雅光雾面的 酒红色 然后它根本就不是那种紫 它没有任何 因为很多酒红色的口红 它它们都其实都掺杂了一些紫色在里面 但是它完全没有紫 它就是非常正点的一个红 我给大家画给大家看 大家可能看屏幕里面会比较亮 但是实际上它上嘴之后呢 它那个颜色就是 非常的深红的那种感觉 就我嘴巴上这个颜色 但是今天因为好像外面的光线还挺亮的 就照着我的嘴唇就更亮了 其实它是稍微偏暗一点的 但是没有很暗 就是一个 总之就是一个很棒很棒的正红色 然后它的质感是非常雾面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就是非常喜欢这个雾面的口红 如果大家对今天我这个红唇妆容有兴趣的话 就记得给我的视频点赞点赞点赞 然后呢在下面可以留言告诉我 然后我最近可能会出一个这个非常简单的气质红唇妆吧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记得 嗯 好啦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澳洲的木瓜膏 木瓜霜 是一个万用木瓜霜 然后我在前 上一支还是上上一支 哦 上上一支视频里面好像有说它 这支木瓜霜它是万用的 就是说你蚊虫钉咬啊 痒了呀 呃 划伤了呀 就是各种吧 你都可以用它 包括 呃 做润唇膏的 就是润唇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棒 你只需要用一点点 你就可以涂满整个嘴唇 然后就会觉得你嘴唇就是非常的润的感觉 我一般都是呃 睡觉前会用它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觉得整个嘴巴就呃 非常的保湿的感觉吧 然后呃 这一支呢我就是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家里就是经常必备的一款这个 膏类的东西吧 嗯 它也挺精重 大家能看到 它就是我大概 大半张脸 就差不多整张脸的这个长度了 所以呢 这个膏 呃 木瓜膏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 就是它用来做润唇的效果真的特别好 好啦 那以上呢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今天的呃 这个好东西 大家分享的第一期的单元 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单元 或者是想要看我呃 今天画的这个妆容的就是一个妆容的分享的话 那就请在下面给我点赞 或者是在下面给我留言告诉我听 嗯 然后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呃 在微博里面留言都可以 嗯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